9樓報道 有人說倒數是要跟最重要的人過 而我最重要的人就是聽著的你 是否好口心呢 聽到聽不到 又是時候星期六的九樓報道 踏入2023年又是回顧的時間 亦是一個好機會去審視一下九樓報道 臨份頭條和自己 先看漆黑中的營火重 負評 首先 為何他會知道我是一個八婆 而知道這個可能性的人只有一個 Maphis 我昨天被人說我八婆 蛤?他不是說你臭八婆就算好了 除此之外也有 還有諸如輕挑等的留言 由於我的心臟味夠強大 所以就不從one screencap出來給大家看 不過也引申問自己另一個問題 我在做的究竟是什麼呢? 算不算是新聞呢? 如果你問我呢 我就覺得一定不是 因為真正的新聞只有 轉一轉的角度 我答到的其實只有是 我想看完的大家感受到什麼 而我希望是分行先 因為每一次打稿 我都會想有種娛樂性 和快點下班 而用新聞內容來做喜劇小品的題材 其實這種做法 跟政府很多時 不同意終審法院判決時的解決方法 釋法是一樣 這麼不創新 也跟說得出 倒數是要跟重要的人過的人一樣 都是很不創新的 因為例子是多到可以用兩倍速去說 準備好未? 咳咳 國大美國深夜 托了每晚當日新聞社的開場馬 簡直模仿新聞節目 做諷刺喜劇新聞的 The Daily Show Weekend Update 台灣有博恩夜夜Show 眼球中央電視台 香港曾經做過的六點半左右新聞報道 商台十八樓 在以前蘋果日報的凍新聞 而香港電台的頭條新聞 都有些認知 不過今年香港做得最出色 一定是 沒錯 地獄錦教授 依惠局局長 盧寵謀 又病毒公存 共父王存 到問下那九千多人現在去哪 這兩句證據 我相信王子華都不敢說 今天接受傳媒訪問 引疫不過三年 形容三年抗疫感受 我真心希望 這句不是效果 不過 九樓報道要和以上例子相提並論 我想要和Google談談 字頂問題 然後又引申到另一個問題 始終大家認識Channel C 是一個有即時新聞 有民生社區專題報道的媒體 那麼九樓的報道方式 又會不會屠毒到人 引起誤會呢 當然我深信 大大家 即是大部分的大家 都知道我什麼時候是開玩笑 什麼時候不是 但站在在Channel C這個平台 為免有不必要的影響 於是這兩個星期 我又加多了 臨份頭條的 片尾又會說明 九樓報道 好個人主義 試過不同的東西 有中 也有不中 也有失誤 我看到的 也感謝你看到 雖然有點肉 但接下來 我會繼續摸索一下 至於這種表達方式的利弊 我覺得其實也是喜好 不過當然我希望你笑得出 就不會說有什麼衝突 新聞也好 社會民生議題也好 除了我們即時專題 想了解更多 不同的面向有大傳媒機構之外 香港還有一些記者媒體 在努力 大家可以一起關注 在香港 心情可能會很矛盾 但怎樣也好 少夏就好過不少 我相信 最後2023年 九樓報道 將會有些改變 臨份頭條2至5不定期發布 不便是準時11點 打後為你送傷 最後借這個機會 感謝各位 一直來的留言鼓勵 溫馨提示 慷慨解狼的Superfans 有興趣就支持Channel C的成長計劃 結束之前 有聽眾 Isaac Wong 看完禮拜二 臨份頭條之後投稿 有感而發 創意可加 送給大家 左掛淚客沒理容易過 落地理檢查 扭音線接過 檢疫完全限制 中國女客不可相信我 不適合喝的 WOW 離開我瘋 結果 易說得很赤裸 離開我瘋 還說歐都要瘋 你清我錯 唱了些Panador 殺火殺火 現在只好殺火 謝謝Isaac Wong 我下次不會再做這些事 新年快樂 今天先說到這裡 我們下星期再見